第三種呢是麻醉止痛藥 這個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神秘 大家可能會覺得使用上好像有點怕怕的 你只要依照醫生指示的療程跟劑量 然後按時的使用藥品 其實它並不會有大家害怕的成癮性的問題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大家好我是藥師陳盈安 你常常覺得這裡痛那裡痛 頭痛牙痛肚子痛 這個時候吃一顆止痛藥就會讓你覺得好一點 但是止痛藥有這麼多種 你真的吃對了嗎 今天就讓盈安藥師針對你不同的痛 一起來對症下藥 安安拔完治止後拿到幾顆止痛藥 結果發現居然跟自己經痛時買的止痛藥是同一款 診所是不是給錯藥了呢 疼痛是一種感覺 就是一種感覺 它很主觀 疼痛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身體的警告 它會告訴你說可能身體受到的刺激 或者是可能產生的疾病 那不同的疾病呢 它造成疼痛的原因也不盡相同 所以除了止痛之外呢 根本的去了解你的疾病 並且治療它也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像是我們一般的頭痛 或者是牙痛 你可能會用到同一種止痛藥 其實是因為 痛覺呢 它都是透過神經去傳導的 頭痛呢 可能是因為血管性的收縮造成你的頭痛 那牙痛呢 可能是因為你的 牙周或者是牙齒的神經受到刺激 產生了那個痛覺的感覺 那最後呢 他們都是由神經傳導 然後到中处給你這個痛覺的訊號 那止痛藥呢 它就是透過阻斷這個訊號 讓你達到止痛的效果 那我們剛剛提到呢 有不同的止痛藥 它們之間還是有一些不同的差異 我們就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第一類呢 就是非類互醇的消炎止痛藥 比較常見呢 是部落酸或甲氛納酸 那因為呢 它其實除了止痛之外呢 它還有一些消炎的效果 所以如果說你的疼痛 是伴隨一些發炎反應的話呢 使用這一類的藥品 可能病人會覺得比較有效 那它的副作用呢 就是除了過敏之外 它會有一些胃腸的不適 可能會有一些胃痛啊 胃酸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你是 胃腸比較容易不適的人呢 你在選擇這一類的藥品呢 可能就要特別注意 那再來是呢 它是由腎臟代謝的 所以如果你是腎功能比較不好的病人呢 也要多加的留意 那第二類呢 是中輸止痛藥 就是我們比較常聽到的 普拿疼以西安芬 那它呢 就只有止痛的效果 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疼痛 像是筋痛啊 牙痛 然後肚子痛 其實只要你是痛的感覺 這一類的藥品都是有效的 那要注意呢 是使用的劑量 以及它是從肝臟代謝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肝臟疾病 或是肝功能比較不好的病人呢 你一定要經過諮詢 去調整你的使用劑量 第三種呢 是麻醉止痛藥 這個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神秘 就是我們常聽到的 麻醉分痰 大家可能會覺得 使用上好像有點怕怕的 那它其實呢 是一般大家不太容易取得的 它主要是用在 劇烈的疼痛 像是癌症晚期的病人 或者是說你有經過手術 車禍這樣子 重大受傷的人 他可能有比較嚴重的疼痛 才會使用到這一類的藥品 那它一樣是有副作用的 像是可能會有便秘啊 噁心嘔吐的問題 那如果你要使用這一類的藥品呢 其實也不要過於的擔心 你只要依照醫生指示的 療程跟劑量 然後按時的使用藥品 其實它並不會有 大家害怕的成癮性的問題 一般情況下呢 在疼痛的除息就使用止痛藥 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止痛效果 如果你想要等到痛了再吃也可以 但是呢 你要先等到你的藥品發揮藥效 可能要等15到30分鐘 加上你的疼痛感覺比較明顯 可能需要使用到比較高的劑量 如果你在使用藥品之後呢 達到你滿意的止痛效果 那你當然可以不用再吃後續的藥品 但如果你還是感覺不適的話 想要再補濕藥品呢 就要注意藥品使用的頻率 不要造成藥品的過量 每一種藥品呢 建議使用的劑量都不一樣 以吸壓氛為例子呢 500毫克的一吸壓氛 一天呢最多可以使用8顆 上限就是4000毫克 那藥品呢 只要你按照正確的劑量使用 並且多喝水呢 都可以順利的從身體代謝 基本上呢一天就可以從身體完全排除 所以並不需要太過擔心哦 首先呢 每一種藥品他使用的頻率跟劑量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在使用之前呢 一定要看清楚標示 再來呢 使用止痛藥呢 建議大家一次一種就好 不要隨意的混用 使用藥品期間呢 也要注意不要飲酒 如果你是胃腸容易不適的人呢 建議你可以在飯後再使用你的止痛藥 那如果同時呢 你有在使用其他藥品 像是感冒藥啊 消炎藥等等的 要記得諮詢醫生或藥師 避免重複用藥的問題哦 很多時候呢 疼痛是因為你自身的疾病所導致的 比如說牙痛啊 是因為你的牙齒 或是牙周已經出現了問題 這個時候除了止痛之外呢 你也要根本的去治療你的疾病 那如果說你在使用止痛藥之後呢 還是感覺到身體不適 也要多留意身體的狀況 必要時候要 過敏的症狀其實有很多 像是我們熟知的 紅腫 疹子 或是呼吸困難 甚至是你服藥後造成的 噁心嘔吐 可能都是藥物不良反應所導致 如果你有任何急性的不良症狀發生的話 請你一定要 靜宿就醫 並且帶著你剛剛服用的藥品 方便醫療人員去做藥品的辨認 那如果不是立即性的危害呢 你也可以撥打藥帶上面的諮詢電話 諮詢你的醫師或藥師 任何藥品在使用過量的時候呢 都可能會對身體造成危害 嚴重的時候呢 甚至會導致 器官的損壞 甚至危機生命 所以務必要遵循建議量來使用 特殊體質 像是肝腎功能不佳 或是慢性疾病的患者 也可以在諮詢醫師藥師 進行劑量的調整之後再做使用哦 階段症狀一般是指停用藥品之後 產生的身體不適 一般會伴隨著 焦慮、煩躁 或者是心跳加速的問題 一般的止痛藥呢 並不會造成成癮的問題 甚至因為嚴重疼痛而 需要使用鴉片類止痛藥的患者 它造成藥品 成癮性的比例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只要按照正確的劑量 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也不需要因為害怕而不敢吃藥哦 避免疼痛是忍之常情 今天這集有沒有讓你 對止痛藥更加了解呢 野安藥師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有身體不適呢 適時的吃止痛藥 確實可以讓生活品質變得更好 但也不能長期的依賴 如果呢 有長期的身體不適 也要務必請專業的醫師看一看 避免延誤就醫哦 那像是除藥厚 厚的 嗯? 那個也是機會 每一種藥品不同 每一種藥品 建議的使用劑量都不同 好,我繼續再來一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呃